那在上一節我們看到廢式數字鍊裡面這個就是黃金比例 那當然大家可能對黃金比例還不是那麼熟悉 所以我們就來稍微介紹一下 黃金比例最常見的定義就是說 一個長方形 如果我們說它邊長成黃金比例的話 那表示說它的短邊與長邊 有這樣的特性 就是截掉一個正方形之後呢 以短邊為主截掉正方形 剩下的長方形也會跟怎樣 也會跟原本的相似 剩下的這個會跟原本的相似 所以我們會覺得這個長方形的大小看起來不會太胖也不會太瘦 這是大概直觀上的一個說法 所以以這個長方形來看我們就可以說短比長 短邊比長邊 大的 那等於小長方形呢 小方形這時候長邊就變成1 這變成x-1 然後我們稍微計算一下 就變成x平方-x等於1 所以這裡的解 解就會變成x等於2分之負 2分之正1 然後加減根號5 那我們取正了就好了 所以這個算起來就是1.618 所以就是說 這邊短比長如果維持這個比例 我們就 就是我們覺得這長方形看起來就比較和諧一點 所以 黃金比例就是這個 這個的解 x平方等x加1的解 那這個東西 在五邊形裡面 也有這樣的比例 在正五邊形裡面 我們也有對角線比上 那個比 會成黃金比例 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是因為 在五邊形裡面 它這裡 這個三角形 跟這個三角形 其實又是相似的 那相似的理由 其實主要就是 從那個角度上 我們就可以很容易看出來 因為這裡是108 所以它每一個都是怎樣 每一個都是36 這裡是36 這裡是36 那這裡 這裡都是 這裡都是 36 36 那最大的當然就是 7 2 那這裡又是 36 36 所以 這邊 跟這個 這是一個 相似型 那透過相似型 我們假設 短 邊長是x 對角線是x 邊長是1 對角線是x 這樣子我們也會有 1比上x 會等於 這小塊的綠色 綠色這時候就變成 這樣 就變成 x-1 所以就是x-1 比上x 所以就是 乘開之後 就變成 x-x 那這裡是1 這裡是1 這裡是1 那這時候我們得到 就變成 x-x 等於1 就是這個的解 那 這個 我們實際去算 就是 1.618 那我們用C大字母 phi 來表示這個數字 那 我們大概可以稍微看一下 這裡面有很多比例 誰最靠近黃金比例呢 對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大概是這裡 8比5 這就是常見的螢幕比例了 16比9 這個1.6 那這裡是1.5 那這個是那個 1.66 那這裡當然是 一般來說我們就去 螢幕如果是16比10 它實際上是最靠近 黃金比例 好 那在下個例子裡面 我們會看更多 比例的例子 螢幕比例的例子